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 以前我还是用肥皂来试 那也知道对原来肥皂对我们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因为小孩子也不懂 所以从这个示范里面 我们来先看看 各位朋友 好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这个BH的一个checking BH的减脂 今天我们都知道嘛 如果今天这样东西如果是成最红色的 就是强酸性 如果它是14号的就是生蓝色的话 它是强碱性 强碱性 酸性都对我们身体不好 当然我们都知道水是什么 属于哪一个成分 BH是属于哪里 7 对 我们来看 这个是纯水 对 几号 7号 对 对 同样的 对 三杯都是一模一样 都是纯水来的 好 现在我们来看 今天一般上 外面市场上 孩子的一些肥皂 OK 现在我们来 好 现在我们先把这些肥皂在去 然后呢 这个是外面蛮著名的一种品牌的 这个冲凉器 把他们倒一点在里面 OK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油酒公司的BuffJerry 它添加有17种欧洲草药制成的 然后这个也是可以拿来洗脸 拿来冲凉都可以 好 我们倒一点在里面 好 请主持人来搅拌一下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 这一些 他们本身的BuffJerry是多少呢 OK 我们先来做一个陪照的 十几号 对 十二号 抢劫 然后 外面著名牌子的这个 好 香皂乳 好 香皂乳 来看 哎呦 哎呦 是啊 都是属于强碱性 OK 然后今天油酒公司的BuffJerry 是一样的 OK 意思说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 不管穿紧性 穿香性 对我们身体都不好 各位朋友 如果今天这一块肥皂 跟这个 各位朋友 你要用哪一个 不是 这两种给你选真了一样 对啊 干脆用肥皂就好了嘛 对 反正它得到出来的结论 它BH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要买 用花更多钱来买这个牌子 但是它BH也是跟肥皂是一样的 对啊 但是今天你想看油酒公司的 其实对我们身体 是不是不会有肠寒 任何的伤害 OK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第二个呢 一般上我们都知道 现在都谈到很多是宝石啦 生成的 生透啦 这个名词 什么叫做宝石 宝石是把那些水分 渗透到我们细胞里面 可以达到宝石滋润的功能 第二个是生成 如果今天没有把那些营养素 生成的把它渗透到我们皮肤里面去 那些细胞不能吸收和营养有没有功能 如果把它渗透 如果没有把那些肮脏的东西 渗透把它去除出来 会不会达到清洁 不可能嘛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 到底这些能不能真正可以 帮助到保湿跟生成的渗透 好 我们就用这个 杏丰 这个杏丰 是一种牛皮脂 意思说 不可能我们的细胞的结构 它一样 因为它也是有毛细孔 也是有纤维组织 意思说跟我们皮肤的表层组织 是相似的 好不好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 到底这个生成的保湿呢 能不能达到好不同 从这个牌子的酵母出来 OK 还有一个 好 现在我们先倒哪一杯 我们先倒这个肥皂 然后呢 我们先倒这个肥皂 这个是用酒公司的盒子 这个是用酒公司的盒子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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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有没有看,它渗透的速度快不快,它已经开始渗透了,对啊,而且你看很多外面的,它渗透的功能没有这么快,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呢,它可以很快速加速我们渗透,所以今天为什么,今天一般上你用了Badeli冲凉过后,你才感觉整个人很轻松,感觉整个人很清爽,因为它有渗透把我们阻塞在毛孔, 我们里面的肮脏的东西很快,彻底的把它清洁,把它弃除掉,试试可以达到深层的渗透,OK,除此之外,这个刚刚说嘛,这个我们的Badeli它家有17种波州草药,意思说对一般上来说,如果今天有皮肤病,OK,如果今天你身上有汗斑啊,雀斑啊,甚至你身上有像两脚,你这个Badeli都可以帮助得到,它的改善非常非常的大,好不好,好 OK,因为它是家有添加很丰富很多,这是我们的乳胃脂嘛,所以乳胃的成分,它的渗透能力非常非常的强,OK,可以吗,可以,好 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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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